听到李懿的话 后方旁观的鸡人都被勾起了兴趣 好奇地看了过来 而直播间观众也都提起了精神 纷纷发着谈慕讨论了起来 什么 我没听清 一哥是要学刨丁解牛吗 那个故事不是虚构的吗 难道现实中真的能做到 刨丁解牛的故事 是寓意找到一条 适应社会的生存之道 回避矛盾 避免受到伤害 并不是真的解剖牛 一哥你来真的 我觉得一哥应该能做到 刀工这块 我还没陷过比一哥强的 一哥连豆腐都能切丝 解割牛肉有什么的 上次一哥分割猪肉的时候 不是展示过一次磨 刀法那叫一个丝滑 牛肉无非是大了些 那骨头缝还大呢 难不到一哥的 刨丁解牛的典故 大家上学的时候都听过 但现实里 却从来没人陷过 能做到刨丁那样 能够丝滑解牛的人 因此 在听到李懿要演示刨丁解牛 所有人都被他勾起了好奇 想要看看他到底是怎么解牛的 屠宰师傅已经把牛皮和牛杂拿去一旁了 将牛身四周的位置空了出来 李懿拿着应急杀小刀 来到了牛背后方 看着被吊起的牛身 李懿握着小刀 拿到了面前 随后松开了尾指和无名指 只用拇指 食指和中指握着刀柄 将刀刃尖端抵在了牛尾根部 李懿再次变换手势 用松开的无名指和尾指抵着刀柄下方 他轻轻用力 刀刃就从一个倾斜的角度 划进了牛尾根部的肉缝里 随后 他就开始沿着牛尾根部 一路向下 顺着脊椎一路切割 他只用三根手指握着刀柄 用无名指和尾指调整方向 手腕转动 刀刃扭动 看上去像是鱿鱼般灵活 摄像机紧紧跟随着李懿的手 拍摄着他切割的特写 小刀锋利无比 刀锋锁过之处 牛肉瞬间分离 露出了下方带着红肉茶和筋膜的牛骨来 沿着脊骨一路向下 刀锋作画 他画得十分细致 旁扶每一根骨骼都要照顾到 而且还会根据骨骼形状的不同 改换角度下刀 就这样时而迅捷 时而繁琐地划着 李懿手中的刀锋 足足在牛身上画了十几分钟 然而 全程看着他操作的现场众人 以及直播间观众 却已经快没有耐心了 牛身上已经被画出了很多的刀口 牛骨也暴露了许多出来 但和书里写的那种豁然一解 如图尾地的描述 还是有差距的 依然在专注下刀 双手稳定 专心致志 终于 在第十六分钟的时候 李懿停了下来 而他的刀刃 也刚好围着牛头下方的位置 切了几圈 最后停在了 脖梗后方中央的位置 收起小刀 李懿冲一旁 抽烟等候的几个屠宰师傅示意 帮个忙 帮我按着架子 抓着点牛腿 屠宰师傅文言 都丢下了烟头采息 迈不上前来 按照李懿说的 帮他按住了架子 抓住了四条牛腿 见他们 都抓稳了之后 李懿就来到了 牛身的正前方 伸出双手 插进了牛身后腿 被切开的缝隙中 攥进了牛腿部的肌肉 略一定神 李懿用力猛地一扯 只听吃溜一声 挂在牛身上的牛肉 忽然像是一件衣服一样 被李懿从牛身上撕了下来 上百斤的牛肉 彭腹泡了水的羽绒服一般 啪的一声 落在了铺着塑料布的地上 而困在架子上的牛身 已经只剩下一副完整的牛骨格了 看到这一幕 在场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就连扶着架子的几个屠宰师傅 都愣愣地看着 遗留在架子上的牛骨架 一脸都不敢置信 像扒衣服一样 踢牛肉 这是什么操作 这是 直接把肉都踢下来了 林花忍不住来到了镜前 俯身打量着被踢下来的肉 一脸惊叹 其他妻人也都围了过来 好奇地打量着 踢下来的整牛肉 看到他们一脸惊讶 李懿笑道 这个简单 沿着肌肉组织的纹理 切断肌肉和骨骼的连接就可以了 听到他的解释 屠宰师傅面面相去 相顾无言 他们也都会宰牛 会分牛 而且都有十年左右的功龄了 但像李懿这样 直接像脱衣服一样 把牛肉从牛身上踢下来 这种操作 他们也是头一回见到 虽然李懿说的这种方式 理论上可以做到 但理论和现实是有距离的 至少他们目前还做不到 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也未必能做得到 就连他们这样专业的屠宰师傅 对于这种场面 都是惊讶不已 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的 直播间观众有多惊讶 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踢骨牛肉落地 堆成一团后 直播间谈目先是空了一瞬 继而就变成了一道 密集的谈目红潮 卧槽 这都行 啊 我没仔细看 怎么就给扯下来了 这场面看着有点恐怖 但也太牛了吧 这看着跟拍电影一样 我的天 真能把肉踢下来啊 我一直以为这种手法是虚构的 居然真的能做到 牛逼 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 课本上的内容出现在现实中 游刃有余 这就是游刃有余 我录屏了 等我以后有孩子 学到这一刻 我就给他看这段视频 乖乖 这得宰过多少牛 才能练出正魔精湛的刀法 神乎奇迹啊 将牛肉拎起 放在了一旁的暗台上 李懿一边扫了眼谈目 看到屏幕中飘过的赞叹 李懿微微笑了下 才正色提醒 我用的这种解法 只是技术层面的粗浅应用罢了 但刨顶解牛这个故事 本质上是讲道教无微的哲学理念的一则寓言 所以 我刚刚这段操作 大家看个 热闹就得了 千万别当成教孩子什么学而实习 熟能生巧之类的例子 那就不好了 听到他的话 一旁的增益疑惑问 这个故事 讲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呀 对啊 黄小明和他年龄相仿 也附和问 我老师也是这么教的 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啊 不熟能生巧 怎么可能游刃有余呢 不对 交反了 李懿笑着摇了摇头 按照这种理解 那刨顶解牛的意思 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刨顶解牛原文中 说的解牛原理 是一壶天理 批大戏 倒大款 意思就是 依照牛的生理上的天然结构 砍入牛体筋骨相接的缝隙 顺着骨结尖的空处进刀 这个原理是莫问题的 李懿口中解释着 手中不停 刀锋沿着肌肉纹理划过 下方牛肉 就按照肌肉分布区域分开了 将两条牛腿肉卸下 放在一旁 李懿跟着说道 按照这种解法 是可以将牛解成 一块一块的带骨牛肉的 但想要像我这样 把一整头牛的肉 全部剔下来 按照这种解法 是没办法做到的 不过这不重要 说话间 他又将牛奶肉也剔了下来 放在了一旁 继续处理着牛排肉 这个故事讲的 其实不是刀钉解牛的技术手法 有多厉害 而是刀钉解牛的心态 也就是那句 臣之所好者 道也 这是故事的主旨 就是用刀钉解牛来 解释道是什么 所以文慧君 在听完刀钉 对泄牛的解释以后 才会说 自己得养生烟 他领会道的 就是一种养生之道 听着李懿的解释 直播间观众都梦了 啊 养生之道 我上学的时候 老师好像不是这么讲的啊 什么 解牛还能养生 吃肉太多 好像对寿命有影响吧 要想健康又长寿 抽烟喝酒吃肥肉 懂了 以后我顿顿都吃牛排 喝牛肉汤 活到120 看到直播间里的谈目调侃 李懿笑着解释 这里的养生 不是指保温杯里泡狗起的那种养生 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庄子 是用牛来代指生活 用刀来代指人心 解牛的过程是很复杂的 但庄丁解牛之所以看上去这么简单 就是因为庄丁掌握了牛的机理 牛的机理 就是生活的本质 而庄丁之所以19年都没有换过刀 就是因为 他从不会用刀去割筋肉 砍骨头 而是避开矛盾 顺其自然 就能化繁为简 真正活得轻松 听到李懿的这一番解释 观众们彷復有所领悟 但却又说不出是什么 李懿身后 刘亦飞在看着手机上搜出的 庄丁解牛原文 像是发现了什么 低声念叨 无见其难为 处然为界 事为止 行为迟 听到她的声音 李懿回过头来 冲她点了点头 笑道 对 有这种心态 才能动刀甚微 豁然一解 如土伪地 凌花和曾毅在一旁面面相去 一脸疑惑 你听懂了吗 相视一眼 凌花冲曾毅问 听不懂 曾毅笑着摇头 我上的是中专 莫学过这个文章 哈哈 我也是 凌花爽朗笑着 我上的一笑 文化课也莫学过这个 这叫树叶有专攻 李懿笑道 其实你们 就是袍丁解牛里 所谓养生之道的代表案例 啊 凌花有些惊讶 我们是案例 曾毅开玩笑问 是袍丁还是牛 当然是袍丁 李懿笑着解释 其实这个所谓养生之道的道理很简单 就是无为 顺其自然 牛身上的那些筋肉 骨骼 能够伤害到刀的地方 就是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处然为界 事为止 行为池 就是告诉我们 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 不要钻牛脚尖 要慢下来 顺其自然 才是养生之道 黄小明在一旁听着 忍不住问 那困难终究是要解决的呀 就算顺其自然 问题也还在 总不能忽视吧 李懿想了想 开口解释 我举个例子吧 如果你订了一趟早上十点整的高铁票 要去现客户 但你一觉醒来 已经是九点三十五分了 赶不上高铁 十月客户 就是遇到的困难和难题 如果你非要赶上这趟高铁 不惜开车闯红灯 这就是钻牛脚尖 就是用刀去割筋肉 砍骨头 而且还未必赶得上 刨顶解牛之道 就是避免硬碰硬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换一种顺其自然的方式 既然已经赶不上高铁了 那就没必要非赶不可 你可以尝试跟客户沟通解释 令约时间 这就相当于从骨骼的缝隙中下刀 用更牛刃有余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那万一客户生气 不签合同了怎么办 黄晓明开口询问 那就想办法挽回 如果实在挽回不了 就接受这个结果 寻找一个新的客户 李易用刀分开了牛排肉 一边说道 这个问题的出现 是因为你睡过了头 睡过头是因为前一晚被影响睡眠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 既然问题已经出现了 能解决就解决 解决不了 就顺其自然 如果一味地钻牛脚尖 反复纠结这个问题 那就是一种内耗 对任何人都没好处 自己也会伤身伤神 直播间观众 听了李易的这番解释 顿时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就是摆烂 哈哈 这就叫近人事 听天命 刚上班的时候丢客户 完了 我真笨 领导肯定会骂死我 现在 来吗 你一刀砍死我吗 就发挥一个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 说真的 我是上了几年班以后 才明白这个道理的 班是给别人上的 身体是自己的 赵金脉还有些纠结 忍不住问 但也的确是我睡过头 导致丢客户的呀 吴磊倒是想得开 笑着说道 那不然怎么办吗 事情已经发生了 该怎样就怎样 这次丢了 下次再找回来 不就好了 李易文言 冲他挑起了大拇指 笑道 恭喜 你误了 说得太对了 林花在一旁 也是有所感悟 有的时候 问题就是问题 真就没办法解决 只能顺其自然 曾毅也点头附和 真的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但我发现很多年轻人 比如公司里的那些小孩子 有时候就很容易钻牛角尖 他们讲就叫情绪内耗 我就劝他们 天底下的问题多了 想解决就都能解决吗 咱们和米国 还真见对卖忙吗 这问题怎么解决 所以好多时候 真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压力 李易点头 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压力大 感觉焦虑的主要原因 其实很多问题等 过了那段时间再看 真的不是问题 而且人生也不会真的 就按照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 变数很多的 没办法强求 对 真的是 林花笑着拍了下手 我小的时候 根本没想过 我会成为一个歌手 我在异校学的 还是舞蹈专业 毕业以后在商场卖电器 偶尔去给人家办办舞 那个时候 我哪知道我会 和曾毅搞组合 变成职业歌手 被她的话勾起了回忆 曾毅也笑着说道 我也是 当年我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我老家 也就是一阳无限电一场当工人 不过我太喜欢音乐了 白天上班 晚上就去演艺中心 夜总会助唱 那时候我跑一个场子 能挣20块 一晚上能跑三四个场子 我那会儿当工人 一个月的工资是100多块 但跑场子 一个月能挣上千 不过那时候 我一直莫打算辞职 因为想着 可能还有个退路 实在不行了 还能回场子当工人 我也没想到 后来能和林花组成凤凰传奇 成了职业歌手 对 有的时候 真的不能不姓名 林花回忆着年轻时的自己 忍不住唏嘘感叹 李懿看向曾毅 笑问 曾毅老师 你那时候 在无限电厂上班的时候 开心吗 曾毅迟疑了下 才笑着说道 其实我那时候 在无限电厂上班 真的是很好的工作 一个月100多块 收入已经算挺高的了 吃喝不愁 但说实话 我当时真的不开心 就感觉特别压抑 我总感觉 上班对我就是一种折磨 我就总想去唱歌 林花深有同感 没错 我那时候卖电器 是整个商场卖的最多的 现在讲叫销灌 我就是当时的销灌 但我真的嫌得很痛苦 我就觉得 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一有时间 我就去我们那一家 萌省风格的特色餐厅 唱猛歌 虽然钱不多 但我唱得特别开心 浑身都有劲 后来我实在憋不住了 就跟我父母谈了一次 给他们说服了 就去深城发展了 我还算比较幸运 去到深城 就认识了曾毅老师 说着 他拍了下曾毅的胳膊 笑道 那时候 我去深城一家 特别厉害的歌舞厅面试 叫金色时代 曾毅老师 是那个歌舞厅的音乐总监 是他面试的我 把我留下来了 所以 曾毅老师是我的恩师 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 曾毅笑呵呵地 看了眼镜头 开玩笑 所以 你们知道 为什么我的磁难魔手 还能分一半的钱了吧 在场众人文言 都被逗笑了 直播间里 观众也都发着谈慕调侃 怪不得 原来林花是给你打工的啊 全世界唱歌 挣钱最简单的男人 曾毅 唱几句悠悠悠 就把钱挣了 开玩笑归开玩笑 曾毅老师 还是很有才华的 冷知识 其实凤凰传奇 所有歌的后期 创作 都是曾毅老师完成的 冷知识 已经不冷了 但也不妨碍我们 羡慕曾毅老师 看着直播间的谈慕调侃 李懿笑了笑 才开口说道 其实 这就是刨丁解牛之道的 顺其自然 人不能钻牛脚尖 要做自己更加游刃有余的事 如果当时曾毅老师 选择直面困难 把无线电厂的工作做好 那就没有现在的凤凰传奇了 林花老师也是同理 庄子把人的心灵比作刀 把人所面对的纷乱社会 种种难题 和此生命运传递而来的重重压力 比作筋骨繁杂的牛体 在生活难题面前 很多人都是会选择 硬碰硬的解决方式 比如熬夜加班 突击训练 人情世故 受尽委屈 为了防贷 忍辱负重 表面上看 问题都一件件被解决了 就像硬砍牛骨头 也一样能达成解牛的目的一样 但如果只考虑结果 而不考虑自己内心的磨损 长此以往 最终只会收获 一把满是豁口的刀 与其对应的 就是一颗唯利是图 遍布创伤 焦虑迷茫的心 这颗心充满了痛苦和煎熬 开始抨击那些理想主义者 开始怀疑社会 怀疑周边的人 甚至怀疑自己 这种情况下 就算你成了一个旁人眼中的正常人 可你会感觉到 真的快乐吗 听着李懿的一番话 在场众人都陷入了思索 直播间里 则飘过了一片 酷的表情 别骂了别骂了 我看个直播而已 容易磨我 扎心了 老铁 我TM就是那个 为了人情世故 受尽委屈的人 为什么要提醒我房贷的事 买房三年了 你知道这三年 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总得赚钱啊 不赚钱 我吃什么 喝什么 鸡汤是好听 但我有责任 我要养家糊口啊 大佬 上个月离婚了 养了六年的儿子 不是我的 前期分走了一半的家产 我觉得我就像一条狗 李懿看着纷飞的谈目 正色解释 我从来没有否定挣钱的必要性 养家糊口的责任 也是每个人必须承担的 但刨丁解牛之道的意思是 人一定不能死钻牛脚尖 为了挣钱而挣钱 人是没办法违背自己天性的 如果长时间委屈自己 那总会有被稻草压倒的一天 你可以为了挣钱而去上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班 但这只是个过度 在上班之余 你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 找到心灵的舒适区 什么是心灵的舒适区呢 就是做那种你做起来很开心 而且有无限的耐心 而且怎么也不会厌烦的事 说到这里 李懿顿了下 才继续开口 先别急着反驳 我知道 你们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 不是说让你们躺平玩游戏 玩游戏是末问题 但前提是你在玩的时候是开心的 投入的 有无限耐心的 如果你玩的时候 是那种气道砸键盘 在交流区里 问候别人全家的状态 那这种玩游戏的状态 就不是你的舒适区 你也不是在玩游戏 而是游戏在玩你 《道德经》 是以圣人为腹部为幕 故去彼取此 五色 五音 五味 驰骋甜恋 难得之祸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快乐 它们只是一些欲望而已 真正的快乐 是能让你找到人生意义的事 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只要你能从其中找到最纯粹的快乐 那就是有意义的 直播间里 谭幕少了不少 但在线人数 却在持续攀升 林花听着李懿的话 扭头冲曾一问 你觉得什么是有意义 音乐啊 曾一不假思索 哈哈 我也是 林花又转过脸来 冲身旁的刘亦飞问 你呢 刘亦飞沉吟了下 有些迟疑 我也不知道 想了想 他抿嘴笑了下 就重新看向了李懿 眼中满是笑意 很多人都梦想着 有朝一日辞职 仗见天涯 去环游世界 但有的人 在领略了五彩缤纷的世界后 却会感到厌烦 他会感觉 好像去哪里都是千篇一律 无非是从自己待腻了的地方 去别人待腻的地方待一阵子 这就是五色令人目盲 你平时末时间听歌 但等你有了时间 一手接着一手听 你也会感觉到生理厌恶 包括美食也一样 天天吃山珍海味 也会吃腻 没有胃口 所以才说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甜猎是古人的游戏 对标现代 就是各种电子游戏 偶尔放松还觉得好玩 但如果不分昼夜的一直玩 只会越来越烦躁 最终狂躁难当 所谓难得之祸 可以对标网上那些 在古代只有达官显贵 才有机会卸完的美女 还有一夜暴富的幻觉 比如彩票和菠菜 如果被难得之祸所迷惑 那就更是深陷泥潭 难以自拔 所以 我说的心灵舒适区 是那种做起来 能让你感受到纯粹的快乐 可以完全放松下来 毫无压力 享受美好 忘记时间的事 如果说天道 给刨丁的大道 就是牛骨和肉之间的天然间隙 那么天道留给人的大道 就是那些 你做起来快乐的事 一件事你做的快乐 就容易通往极致 就像林华老师 他觉得唱歌可以使他快乐 哪怕挣不到多少钱 他也乐此不疲 这就叫圣人为父不为母 故去彼取此 而唱歌这件事 又给他带来了多少收获 你们也看到了 一边说着 李懿将一整只牛的牛肉 都分成了小块 整整齐齐的马 放在了岸台上 别别别 我可不是圣人 林华听到李懿的话 连连摆手 随即笑问 不过 我觉得旅旅游 听听歌 吃吃好吃的 玩玩游戏 这些都是正常爱好 也没食磨的吧 要是没人吃好吃的 你做那磨多好吃的 不就没人吃了吗 对 如果当爱好的话 确实是磨问题的 李懿笑着解释 但如果只是当爱好的话 那他们 就只能满足欲望 排解无聊 莫办法 带来意义感 就拿美食来说 如果我只是喜欢吃美食 那在吃过天底下 所有的山珍海味之后 我就没食磨好追求的了 哪有人能吃完 所有的好吃的啊 林华笑道 我活了几十岁了 还有好多好吃的 莫吃过呢 李懿笑了笑 没有解释 她这其实不是假设 在梦境空间里 天底下能吃的山珍海味 她基本上都已经吃过了 而且都已经吃烦了 现在的她 对于吃饭 已经没有太多要求了 那些让赵金麦他们 吃得惊艳无比 让直播间观众 馋的口水直流的菜 在她看来 也只是普通的菜肴而已 已经没办法 给她带来兴起感了 顿了下 李懿才笑着说道 我是打个比方 就像你吃了一辈子的好羊肉 对羊肉 已经司空见惯了 除非是特别好的羊肉 一般的羊肉 已经没办法让你有经验 激动的感觉了 我们普通人吃东西 食材无非也就是常见的 六畜 六芹 百样蔬果 最多是加工方法 有所区别而已 富贵人家的餐桌上 也无非是多了一些山珍海味 稀罕食材 吃得新奇 尝过了这些之后 再享有味觉上的新奇刺激 就比较难了 所以 满足食欲 并不能作为快乐的来源 林花文言 好奇问 那你快乐的来源是什么 李懿看了眼刘一飞 笑了笑 随即解释 我会做很多好吃的 自然也吃过很多 大多数的美食对我来说 都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但是 我还是很喜欢美食 因为我喜欢的 不只是吃美食本身 我更喜欢的是 制作美食这件事 我喜欢通过一些奇妙的手段 把一种食物的味道 发挥到极致 我也喜欢看 食客品尝我亲手做的美味佳肴 看他们 吃得酣畅淋漓的样子 这比我自己吃 更让我感到开心 让食物变得更好吃 让食客吃得更开心 就是我快乐的来源 也是我觉得有意义的事 听着李懿的解释 直播间观众 也少见得震惊了不少 所以说 要从喜欢的事物中 找到意义来 说白了 就是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 能让自己获得 自我人生价值的事 知行合一 不抢求意义 顺其自然 意义自现 呀 欲分享有人 奈何山珠南石细康 碎坝 独享 我突然想起来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磨刀 经常搜集铁片 刚调磨 磨得特别锋利 切纸贼顺滑 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了 当专业的磨刀将 但我妈妈我没出息 不好好学习 进学些磨剪子 枪材刀的活 后来我就磨磨了 不过磨刀的时候 我真的超级超级快乐 一磨就是几个小时 感觉时间过得贼快 如果真的不用考虑赚钱 和职业歧视什么的 我真的想当一个磨剪子 枪材刀的磨刀将 我小时候会给洋娃娃缝衣服 用一些碎布料 所有人看到都觉得好看 夸我有天赋 那时候我的梦想 是当一个服装设计师 但可惜 我后来学了会计 天天算账 被气到血压爆表 我谈谈猪谈得特别准 但这个好像没石磨意义 只能赢些玻璃球罢了 不过玩这个的时候 我贼快乐 哎 可惜这个 不能当饭吃啊 真的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就是个例子 我特别喜欢玩吊香 就是吊配香水 我在家里搞了一堆试管 蒸馏器什么的 还有各种精油 每天下班回来 都在阳台上 配到晚上12点 真就是纯爱好 配出新的香型 我就特别开心 特别有成就感 但我老婆不理解我 认为我是不务正业 不思进取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我辞职了 我老婆就更不爽了 天天在家骂我 所以我出去找工作 我也是被催急了 就在网上开了个吊香的网店 本来也是打算当快遮羞布 说自己是在创业 结果居然真的有人买我吊的香水 评价还不错 现在我的网店收入 已经超过我原来上班的工资水平了 而且还在持续增长 虽然也就一个月一万多点 但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做的是我最喜欢做的事 我老婆现在也不说我了 还主动帮我联系买精油 所以 希望大家真的要善待自己 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 说不定就会帮你开启一段新的人生呢 看着直播间飘过的檀幕 林花也忍不住开口说道 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吊香的观众 你莫说你辞职的原因和当时的心情 但我也猜得到 应该和我当时跟我爸妈摊牌的感觉差不多 我当时就是想 我就算饿死在台上 我也要唱歌 我也不想再在柜台里卖电器了 曾毅在一旁点头补充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是真的不开心 但如果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就算墨前赚 也会很开心 对 林花拍了下手 笑道 你还记得吗 我们刚红那会儿 接了好多商演 到处去给人家唱歌 有时候今天在季省 明天就到玉省了 特别忙 但特别有精神 整天都很开心 很多人都认为 我是因为挣钱多才开心 但说真的 嗯 当然 挣钱的确很开心 这我不能骗人 不过说实在的 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觉 我开心是因为 有这么多在台上唱歌 给别人听的机会 你们要是有机会 去看一次我们的商演就知道了 特别热闹 所有人都在跟我们一起合唱 那种感觉 真的 我现在想起来 都开心得不得了 林花口中说着 笑得开心 眼睛里都像是在发光 黄小明在一旁笑道 凤凰传奇的歌 国内应该没有 哪个地方的人不会唱吧 是真的有很多人会唱 跟着我们一起唱 林花笑道 那种感觉 是我最喜欢的 比挣钱还高兴 特别有成就感 说真的 以后要是有机会 我真想开一场 全国巡回演唱会 免费的 就请所有歌迷一起来听 一起唱歌 那感觉太棒了 李毅文言 回头看了眼王田 笑道 那刚好 我们这次录节目 干脆就腾几个小时的时间出来 请你们 给我们直播间里的观众 搞一次线上的演唱会 怎么样 哎 林花眼前一亮 转脸冲增一问 我觉得可以啊 你觉得呢 没问题啊 曾一也笑着 一口答应 随时都行 那好 就这么说定网 林花冲镜头笑道 那你们到时候都记得来啊 直播间里 观众谈目纷纷飘过 必须要来 哇 居然有意外收获 线上演唱会 也太爽了吧 我要叫我爸妈都来看 他们都是凤凰传奇的歌迷 替我由我奶报个名 哈哈 我还是第一次 听线上演唱会嘛 莫想到就是听凤凰传奇的 以前总觉得凤凰传奇的歌图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到了 居然越来越喜欢听了 没有刻意听过 但好像你们的每首歌 我都会唱两句 我要听 月亮之上 醉血民族风 必须来一首 直播间里 开启了点歌模式 腾格尔默默站在人群后方 微笑看着和谈目互动的 林花鸡人 他有点老花眼 看不清显示屏上的谈目 眼看林花他们聊得开心 哈哈笑着 他却有点犯困了 用手挡着嘴巴 打了个哈欠 他低头打开了随身带着的包 伸手进去 他从里面摸出了一个洗干净的黑布林大李子 低头咬了一口 一口近嘴 他的五官顿时就挤在了一起 浑身一抖 打了个哆嗦 他才舒了口气 睁开了眼睛 咽了口酸汁 他挤着脸上的皱纹 继续啃起了李子 啃一口 打个哆嗦 他越啃越精神 而李毅那边则已经开始招呼屠宰师傅 帮忙把分好的肉块 往冷冻车里搬了 后方吴磊寄人见状 都纷纷上前来帮忙了 林花见状也拍了拍手 豪爽地撸起了袖子 我也来帮忙 来到暗台前 他看着一块块的黄标红肉 嘖嘖赞叹 果然是素白牛 这肉太好了 黄小明寄人一边搬 也在一边感叹 真的是黄色的脂肪 看上去就像玉石一样 吴磊忍不住好奇问 这个牛肉的脂肪 为什么是黄色的 我也经常买进口的牛肉 但脂肪都是白色的 李毅文言 随口解释 牛肉一般分两种 草寺和蛊寺 草寺就是吃草的牛 蛊寺就是吃蛊物饲料的牛 黄标牛汁有草寺牛才有 而且得是在草原上放养的牛才行 它脂肪里黄色的来源 其实是草叶细胞叶绿体中的 胡萝卜素和叶黄素 食草动物在大量食用牧草以后 牧草里大量的胡萝卜素和叶黄素 就会被消化吸收到体内 如果是羊和马等牲畜吃了牧草以后 肝脏会分泌一种β胡萝卜素5-5氧和酶 这种酶可以分解牧草里的胡萝卜素和叶黄素 但是牛的体内没有这种酶 所以胡萝卜素和叶黄素 就会在牛体内沉淀下来 储存到脂肪中就形成黄标牛肉了 原来是这样 学到了 吴磊恍然大悟 惊奇地打量着牛肉上的黄标 则则赞叹 好神奇 莫想到牛肉脂肪也有这么多区别 这种黄标肉吃起来特别香 林花咽着口水 解释 这是真正吃草长大的牛肉 肉吃起来是有奶香味的 而且一点都不删 现在就算是我们萌省 纯纯吃草长大的牛也不多 因为草场越来越少了 但只要是吃草长大的牛 味道就比饲料牛强好几倍都不止 因为这种牛吃的不只是草 还有好多野菜和草药 比如野韭菜啊 沙葱啊 蒲公英啊 这些不光牛爱吃 我们人也吃的 在吃煮牛肉的时候 搭配一些韭菜花 沙葱 也特别鲜 说着说着 林花就忍不住吸溜了口口水 抬手用手背擦了擦嘴角 她哈哈笑道 哎呀 给我自己都说馋了 那待会儿送回去以后 先给你们煮一锅尝尝 李懿笑道 韭菜花和沙葱 都已经送去餐厅了 我给你用沙葱炒个鸡蛋 哎呀 那太好了 林花开心地拍着手 开玩笑 我现在都想唱起来了 唱啊 黄小明笑着窜多 我们早就想听你们唱歌了 想听哪首 林花丝毫不怯场 笑呵呵地问她 黄小明在脑海里 转了一圈凤凰传奇的歌 但却不知道该挑哪首 就笑着说道 都可以 那我给你们唱一首 敖包相会吧 林花笑道 普通话的敖包相会 你们肯定都听过 我给你们唱的蒙鱼版的 我们这一次第一次线 虽然不是在草原上 但这有牛又有羊 就把这个厂房当敖包吧 哈哈 说完 她当即就开口唱了起来 顶级歌唱家一开嗓就能限水平 虽然没有话筒 也没有音响 更没有伴奏 但她一开口 歌声就顿时扑遍了整个厂房 想法 往百分之后 我来说 我来说 往百分之后 我来说 你